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 能够与各位一同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同来分享 我们借着准确的明白 认真的遵行 我们该可以在神所赐给我们 在今生有限的年任里面 活出那个和神心意 讨神喜悦光严的生命来 今天要和各位一同来分享的是 传道书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 也就是传道书的最后两章 这两章有的时候在解释上面 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更深一步的去了解 特别是在十一章的后半段到十二章的前半段 用了很多诗歌比喻式的一种方法 来描写人生的某种状况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需要解释的 另外在传道书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圣经的难题 有一些经文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我想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像我在讲第九章 第十章一样 传道者用他自己生命里的观察 跟属灵里面的感动 教导我们像真言一样 怎么样在有限的日光之下的 从外面来看是虚空的这一段时空里面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活 还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规范跟教导在 那么这一部分传道者也谈出来 虽然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 但是在虚空中怎么生活 仍然是还是可以有一个学习的方向 然后这里面也提到年轻人跟老年人 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 年轻人怎么样把握时间 虽然人生苦短 但是这段苦短的日子你要做什么 你应该怎么做 那么也描写到一些老年人的状况 这也是给年轻人一个提醒 你不要都到了老年人的情况再来后悔 人生都走了大半半的时间了 到最后发现人生走偏了 人生走差了 没有意义 所以那么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当然传道书的最后的这一段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传道者自己讲 讲了这么多 总义就是要我们敬畏神 那么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提出两个观念 一个什么叫敬畏神 遵行神的话 第二个他也提醒我们 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要审问 换句话说有一位真神 这位真神极看重 我们在有限的今生 我们如何行事为人 那么这里面 你不认识神的时候 你以自我为标准 但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 是以他的标准为标准 那么因此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有很好的一些学习 那么首先来看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就常常在世经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看法 那么也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时候从字面上 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比如说他说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七个人 或分给八个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 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 这一节经文可以把它当作 是一个真言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提醒 也就是说这节经文 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粮食撒在水面上 还没什么用啊 那粮食撒在水面上 谁得到也不知道 水水飘去了 但是他说日久必能得着 那么后面说 你当年将你的东西呢 分给七个人八个人 七个人八个人就是多人的意思 不是只有七个八个 用七八这种连续表达的方式 来表示许多人 你把东西 你的财富 你的各方面分给很多人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到将来 有什么灾祸临到你身上 换句话说它就有一点 好像预防的功能 你前面先做了 你先把东西帮助别人 也许将来有一天 你有困难之后 别人会帮助你 其实这两节经文 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 就是你虽然对未来将来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但是你要平常做准备 要做好一些准备 你就尽管做你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你交给神去做 这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个原则 今天有很多时候 在今天这一个功利主义的世代 每个人都打算盘 这件事情我做下去 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我就做 没好处我就不做 这人好像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习惯 我们不是考虑这件事情该不该做 而是考虑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 这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 到最后越走越偏的现象 其实传道书这边告诉我们说 你就做嘛 粮食撒在水上 看起来没什么用 你怎么知道将来没什么果效呢 你能够跟别人分享 你所有想要分给七个人八个人的时候 你就做嘛 你只管做你该做的事情 这个其实常常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态度 基督徒不是每件事情算盘打完了 哦这对我有益的我才进行 那个对我没什么益处的我就不做 每件事情先看 我投资出去有什么回收报酬 基督徒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常常考虑的是什么事情该做 而不是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 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啊 有的时候夫妇两个人吵架 我常常有的时候发现 夫妻的任何一方常常会来跟我讲说 库姆斯我都改了这么多了 可是他什么都不改 他一天到晚享受 生命改变之后的我的好处 他都享受了 可是我一直都是拿他那个不改变的生命 所以呢 我现在也不要改了 改那么多有什么用 这样子的逻辑其实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生命里面 有东西有地方是需要改变的 不论对方改不改 我就改嘛 这是一个态度嘛 如果说我改一步你也要改一步 我改一步你不改我就不改了 那永远就拧在那个地方了 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主要在神的光中看 这件事情该不该做 该做我们就去做 放手去做 尤其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福气 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感动我们 所以如果圣灵感动我 他就说我就往前做去做 不是去算 说这个做完之后对有没有好处 我有很多时候你去帮助一些弱势的族群 或者帮助一些穷人 你做出去他不可能回报你的 有限的金针他可能没有办法回报你的 因为没有回报我们就不做吗 不是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 我们又是因性称义在神的救恩里面的人 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这边就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该做什么事情 只要这件事情该做 你有能力做你就往前做 这是基督徒的态度 这不是阿Q的精神啊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去做那个讨神喜悦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往前做 那么第三节第四节呢 他就告诉你 其实人生有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你要算盘怎么打 你精打细算结果可能打错了 所以不是用结果来衡量这件事情要不要做 而是用动机来衡量你为什么要做 你该不该做这件事情 这其实很重要 你有没有记得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人的那个见证 一个人在路边受伤了 祭司走过来走过 立位人主来说他们都是宗教人士 他们觉得宗教的思维比较重要 这个人在路边受伤不重要 那个撒玛利亚人来看见这个人受伤 他需要及时的帮助 他就帮助他 这是基督徒 真正活出信仰的方式不是在教堂里面 而是在你的生活之中 所以他第三节第四节也讲到 很多事情你控制不住的嘛 他比如说 云若蛮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云若蛮了 云什么时候蛮了雨你知道吗 今天当然从我们的高科技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能够预测 几天之后是晴天还是雨天呢 不过也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变数 那至少我们可以预测 可是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传道者 在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科技里面 他就了解了 为什么会下雨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古代也是像农夫的 望天啊看天啊来吃饭的 你不知道 你不能够说我一直在那边等 等到他是不是下雨 或者他不下雨 你不知道雨什么时候 那时候你不了解 表示我们对于未知的不了解 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讲啊 那个时候你看他们这个不知道 那个不知道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你真的都知道了吗 你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 随着时间的演变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当然知道比以前多 但是要了解整个浩瀚宇宙里面的次序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 你必须承认神的存在 你必须把你的生命 建立在对神的认知上 而不是对我自己有限的那些 科技知识上面来讲 我们这样讲 一点都没有否认科学的重要 也没有否认科学的价值 我们乃是承认科学的有限 有一位更无限更大的神存在 所以这边就得告诉你 不管是云或者树 像南岛像北岛你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岛你也不知道 那你有这么多的一个大自然的现象 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判断呢 所以他后面讲说 说看风的必不撒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这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再判断 看看风旺旺云会不会下雨或怎样 如果不下雨我啥种 收割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 你如果整天停在原地在那边看 却不行动 你到最后你就什么都收割不了 你也没中也无法收割 这边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 有很多时候你该做的事情你就去做 其他的教学神 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态度常常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的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一群人 你做你该做的嘛 其他交给主 这个宇宙有一位神 他从来不误实也不误事 为此我们就做我们该做 很多人讲说这就是基督徒那种蛮憨的那种态度 什么都搞不清楚 就在那边低头猛干 不是不是不是的 你弄错了 基督徒的态度是说 我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 我而且知道这位神是爱我的 爱到一个地步 愿意让祂的爱子替我死在指指下上 挽回我重新塑造我的生命 这么爱我的一位神 我按着祂的吩咐去做是放心的 祂要我行公一号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我就照着去做 祂要我专心的看 合乎祂的旨意而活 不是活在别人眼里 我就照着去做 这就是基督徒的态度 而不是整天在那边自己打算打算 打算了半天 有的时候你也算不准 有的时候你在那边等半天 你该做的事情也没做 到最后屠呼覆覆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一段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一段其实在讲的一段事情 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 告诉我们我们所知的有限 但是呢你该做的事情你就去做 不要整天在那边 经打细转到最后 你失去了很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第五节就解释前面的状况 他说风从河道来 骨头在怀孕夫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而知道 传道书的作者一直表达一个特征 就是有一位神 但是这位神行事为人的方法 在日光之下你是看不明白的 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 我们在圣灵内住里面 我们可以明白一些 神做事的一些原则 因为我们已经超越那个有限的 日光之下的时日来判断事情 你如果在有限的时日 就今生这段时间来判断 上帝的作为你判断不准 因为你会发现就像前面所讲的 一人没好报 坏人也没恶中 那到底怎么回事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倒过来 是颠倒的 不是那样子 按照合我们的理来做的 那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理已经偏了 上帝看我们这些与他所造的人 不是只看到死亡 成道书的作者说 你如果以死亡做最后判断的标准 你就看不清楚 所以你不明白神的作为 那今天我们看见死亡不是最后 死亡之后越过死亡 我们还有基督台前 我们还有神为我们预备的 新天新地 死亡之后不是一切黑暗一切 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了 新约给我们看见 在死亡之后保罗说 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他知道 越过了今世的苦难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认识了这位真神 与他建立了关系 透过死亡的这一个过程 我们其实是迎向神 那意义不同 可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不是啊 他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嘛 因为他只有在旧约的 那个处境里面 所以风从哪里来不知道 那个骨头就是个胎儿的形成 那个形成长成的过程 我们也不明白 都不明白 那么你怎么能够知道 行万之之神的作为呢 你刚刚不知道 你能你看得见的 这个风啊 一个妇人怀孕的现象 你都不能够彻透 你对于宇宙之间的 这位看不见的神的作为 你当然更不难明白了 所以他说 那你不明白之后 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算了呢 是不是就觉得用一种 很消极的一种态度说 反正什么都不知道 得过且过 醉生梦死 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种态度太消极了 传道者在这时候告诉你 不是 他说怎么样 他说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换句话说 虽然你不知道 并不表示 你就不要做你该做的事 早晨撒种 晚上也要继续做工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傻的 或者你中的 会收割 可是你只管做你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一有机会 你就该做 做你该做的 应该做的那些事情 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传道者在他那个时代 对于人生的整个现象 对于神全面救恩的计划 不是那样全面了解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好像真言一样 所有人们所看一样一样 他观看事实之后 他提出那个建议 你应该怎么做 那就是在这个救恩进程之中 神给人的一个提醒 这个提醒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效 基督徒虽然知道我们永恒的盼望 知道神全面的救恩 你在有些人进程还是做你该做的事情 不是说我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 我常常讲有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 啊就在那边 啊信主耶稣了啊等着 我向神心想事成什么都要神都可以 错了啊 你有很多你该做的事情啊 神有给我们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也要运用自由意志 顺服圣灵 然后在有限的今生活得靓丽 不是活得懒散 不是活得在那边偏差 今天有很多人讲 我只要赞美神 我赞美神 神就要赐福我 你跟神搞交易 什么是最好的赞美 最好的赞美不是在教会里面大声唱歌啊 最好的赞美是你的生活里面 活出龙神异人的生命来 那是最好的赞美 所以保罗才会在他的书信里面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 我总不受他的挟制 他就是说 无认或吃或喝 为荣耀神而行 这是基督徒态度 所以我们在有限的今生 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在圣经真理的这种导引之下 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的人生观 所以我常常讲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是充满积极进取的 他不是说生命里面没有难处 不是像错误的成功神学说讲的 信耶稣的保平安保顺利 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面对难处 但是我们充满了那样子的力量跟智慧 我们可以胜过难处 我们不是怕难处 这个有罪的世代 苦难的存在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在救恩之中 我们就靠得住往前行 所以这节经文对我们仍然是有提醒的 你就每天做你该做的事情嘛 你是学生你就好好念书 你是个做生意的人 你就好好做生意 你是一个科学家 你是个律师 在你的本分里面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把荣耀归给神 每天尽自己的本分 这是我们该做的 种什么收什么 是上帝普世的原则 基督徒仍然在这个原则之内 上帝老早就爱你 你真的要赚钱 你有本分的 你做的那个行业你熟不熟啊 我们做生意的人知道 不熟不做啊 你在你熟的行业你没有下工夫好好去努力去分析 有没有尽了本分 然后你把一切结果交给神 神让你有机会让你能够赚钱 感谢赞美主谦卑 然后把所赚的钱用在正确合一的位置方式上面 如果你做了那么多努力 结果后来没有机会赚钱 不要气馁 你仍然在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学习 你等候神给你的时候 给你的机会 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 我以前在台湾在商场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从事投资的工作 投资哪里有时候每一次都赚钱呢 有很多时候要分析很多的个案 如果发现不能做你就不要勉强做 花很多的时间好像归零 其实不是归零 你就尽你的本分做你的事情其他的交给主 赚钱感谢赞美主 如果时机还没有到 我们仍然做我们的本分 这就是基督徒所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好了十一章的第七节 开始到第八节呢 那就谈到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呢 就是人活着的时候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还能够看到日光日子 还每天在过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怎么样 好好的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里面呢 好好的享受 好好的过每一天 虽然摩西讲人一生日子 七十强壮八十 其中精夸着老虎搓翻转眼成功 传道者也给我们一个态度是说 在这个虚空的年日里面 你仍然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 有意义的一个生命来 你同时也盼望透过这样的态度 你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那你短暂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 就会转换成有意义了 所以他后面第七节第八节 就提出这样一个说法 他说怎么样 光本是加美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喜悦的 这段经文里面 用光跟眼见日光 来表示人的生命 光代表光明嘛 不是黑暗 他常常用黑暗来指向死亡 他说光是好的 生命是好的 而且眼见日光 什么叫眼见日光啊 你活的人才能够眼见日光啊 你过世安息的人 你怎么眼见日光 你看不见了 所以他说 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日子是好的 你还能够活的 活的为什么好 活的不是虚空吗 有什么好 前面不是有讲吗 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 还没有成胎的婴儿 还比那个在世上有苦难的人要好 但他这边告诉你 你活还有机会 你活的时间可以认识神啊 你如果活的时候不认识神 整天靠着自己 那你虚空虚空 真的活一朝也白活 但是如果你在活的日子里面 能够认识神的话 那有价值 所以活还是好的 他第八节讲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日子必多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他说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啊 你可以带着一个积极喜乐的心面对 你可以享乐 可是你也要知道 在你享乐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有远虑啊 这样享乐日子不是永远下去啊 有限的今生日子是有限的 所以你怎么样 你要想到黑暗 什么叫黑暗的日子 这个黑暗其实只是困难 死亡的日子 人生总有那一天日子 所以你不要觉得海上说 哎呀我们就整天就快乐啊 燕热啊的情况之下 好像那个死亡不会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贴切 他说黄泉路上无老少 当然从中国人的观念 就是你死亡的要到的 不是只有年纪老的才会死啊 哪些苦难不知道 所以你活的日子里面 还是要主要谨慎的 但是这个谨慎日子里面 你可以快乐 可以用一个积极正确的一个态度 人生有苦难 不是为者时长把酒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才充满了消极退缩 抱怨的人生 不是 你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他 做你该做的事情 你的价值观 生命观如果被调整了 你的喜乐来自于不一样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基督徒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你为什么能够快乐 你的快乐不是建立在世界啊 是功成名就 子孙满堂 财富地位都我们才会快乐 那是受世界的价值观影响 基督徒快乐是我跟神 建立的正确关系 我有胜过这种罪恶瑕置的这种能力 这种平安跟喜乐 人不能夺去的 所以这个快乐 基本上看你是怎么样的角度去看嘛 你如果说信了耶稣 你就从此趋吉避凶 永远无灾无难 都是心想事成 这不是真理 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导人于忙 迷茫的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真正的快乐 是因为你跟神建立了关系 活在祂的光中 活在祂的面前 被祂所喜悦 那才是真正永恒的快乐 而且是没有后遗症的快乐 好像箴言里面讲说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不加上忧虑 没有忧虑的 好得无比的 你活多年 你应该这样子 可是当你活这样子 你为什么能够活出这样子敬畏神 或者活出这样 和尘性的生活呢 因为你知道人生不是永远这样走下去 有黑暗日子 因为看得远 现在走得止 虽然在传道书的 这个坐着的时代 祂只能看到死亡 死亡之后的光景 祂不知道 但是就算你常常想到死亡 你也知道更怎么样好活 好好的活 所以我以前讲过 基督徒的安息礼拜 其实最好传福音的时候 有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觉得那个日子好远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还找到可能 今朝有酒今朝醉 醉生梦死先晚 工作一方面工作 很认真的打拼 为了赚钱 赚了钱之后 因为没有目标的方向 浪费在艳乐里面 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并不罚见 很多这样的状况啊 你那个快乐不是真实的 因为你看不远 你就看到现在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不消耗它 不使用它 将来还留给谁 不知道 我们及时行乐吧 这种态度不是这边所讲 他说告诉你 你要想到有黑暗的日子 而且这日子必多 显然他有个观念啊 这日子是很长的啊 人生七八十年啊 那离开世界之后日子有多长呢 他有个观念 那个可能不是短 这边传道者已经有个概念 不是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 他说日子必多啊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这所要来的 不是指将来的事情 就如果你没有看见 这样子的一个 人都要死亡 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在前面的快乐 也是虚空 你现在所走的路 都是虚空 是从这个里面来讲 我们在今世的年龄 你会碰到 那么从第十一章的 第九节 一直到第十一 十二章的第七节呢 这里面就劝导说 年轻人 你应该趁着 你有些的时候呢 快乐 但是在快乐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 神会审问你 然后他花了很长的篇幅 在描写一个人年老的光景 那个人在年老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年轻的快乐没有 也就是说 你要积极健康的 从年少的时候 就要面对生命 而面对生命的态度 不是消极 不是浪费 而是怎么样 好好的在神的光中 靠着神 去过那个健康 有力的生命 那是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说 第九节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的时候 当快乐 在幼年的时候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这是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他一方面告诉你 年轻人 你可以 按照你自己 所想要的去做 尽量的享受 这个青春的岁月 享受神给你的 就上了每一天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告诉你说 不要忘记了 这不是像今天所讲的说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都可以 他告诉你 你所做的一切 神要审问你 所以他有一个观念 你看这边所讲的 这个少年人 显然不是指一般 不认识神的人 一般不认神 谁管神有没有神 问我们 他是提醒那些 认识神的人 你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虽然这个世界 短暂的时间 看起来是虚空的 你仍然可以积极有限的 活出你生命的圣材 你可以去做 你想做的一些事情 你心所愿的 看你眼所看的 好像所罗门早年 也是这样子啊 他说我眼所看的 没有不满足的 我心所想的 没有不成就的 他都是这样在做啊 可是他也提醒你 有一件事情 神要审问你啊 因为有神要审问你的 这句话 就提醒你前面 不是你想干什么 想做什么就可以 不是 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被神保守的 在神保守的里面 你可以快乐的享受 神所给你那个 健康正常的生命 这是在这边 所讲的经文 所以他说 第十节讲 所以你当从心中 除掉仇烦 从肉体中 克去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 和年幼之时 都是虚空的 所以他告诉你 虽然人的生命 从开始的时候 在短暂的今生 仍然是 那个那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时候 你日子一天天那样过 但是你仍然在神的面前 知道神要审问你 知道你是属乎神 你可以活出不一样 活出不一样 里面有两个特征 除掉仇烦 克服 肉体上的邪恶 你看他有教导你 你的快乐 不是活在罪中之乐 你的快乐 不是满足你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情欲 精神的骄傲 那是撒但用的方法 这边所鼓励的 一点都不是说 你心里所想的 你眼睛所看的 尽量去满足它 你如果没有 神的管制跟约制 那你就落在撒但的 撒但的这一个陷阱里面了 我们今天也看见 我这段时间做一些辅导 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网路的这个资讯 能够 能够无远佛界的 进入到每一个家庭 进到每一个人的 电脑里面 你就看见有很多人 就落在那个 色情网站的那个 那个引诱里面 那这段经文呢 人家不是告诉我们 可以满足我们眼所看的吗 你可以看 但是不要忘记 神会问你 那因此你该不该看 还有一个 你能不能有 属天的智慧了解 这些色情网站 所带给你的 到底是祝福 是一种释放 是一种罪终之乐 还是说带给你的 是伤害呢 今天我们看见 有很多的年轻人 在婚姻的关系 在男女的关系上面 走得不健康 走得偏差 有很多时候 受这些 色情网站的影响 把男女之间的关系 贬低成只是一种 肉体的发泄 将女人 这个按着神的形象 也是按着神的形象 样子造的 贬低成好像只是个 谢欲的对象 看女人只是她的外表 她的身材 没有看见她的内涵 有很多时候 跟女人之间的 那个互动的关系 总是把女人 贬低成物化 这些有很多 都是透过色情的网站 所传递出来的讯息 你怎么可以说 今天看你一眼 所爱看的呢 所以他后面提醒你 神要审问你 所以你要约着回来 所以他后面 告诉你们 要从肉体怎么样 要克去 要从肉体里面克去邪恶 那个不好神邪 也不想拿掉 否则的话 你的生命里面 从年最一生的开始的时候 你就走在虚空里面 你要你从一开始就走对嘛 今天有很多人 在对孩子的教导上面 一开始就讲 我们要赢在起宝点 有没有 很多父母亲 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稚园开始 然后小学重点小学 重点中学 重点大学到东西 我们要赢在起宝点 人家都还在玩的时候 赶快补习 赶快上课了 要争取最好的成绩 你都在赢在起宝点 我不能说这样的作为 是错误的 或者没有意义的 我只能告诉你 这样作为不够 因为你赢在起宝点 你赢在哪一方面呢 你现在赢在很多专业的知识上面 玩在很多专业的技能上面 你是赢了 但是他的品格呢 他跟神的关系呢 你有没有早早的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去认识神呢 今天很多人认为说 我不愿意信神 那孩子去教会 教会嘛 总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地方 蛮好的嘛 你自己对神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今天有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 礼拜六教会有团聚时间 孩子在那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一碰到考试了 下礼拜也要考试了 团聚不必去了 一碰到有什么样家庭 这个这个这个 补习班的这些功课 团聚不必去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有空了 闲的无聊了 那去教会 如果你对神的知 神的认知就是这样子 你赢在起宝点赢在哪里 难怪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 书念的很好 地位很高 钱赚了很多 活的并不快乐 并不幸福 他爱你自我为中心 不认识神 其实这是一个 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在北美 十八岁以后 孩子去念大学 离开家庭了 十八岁之前 跟父母亲在一起 等到要离开父母亲的那天 父母一点着急了 哎哟 这个孩子要离开我了 不知道他现在出去大学里面 会不会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会不会在美国那种 开放的那种 错误的男女婚姻 他会不会受伤 那怎么办呢 来带本圣经去 去买一个项链 十字架挂身上 平安 你把我们的神当偶像再拜啊 你有十几年的时间 跟你的孩子在一起 你不带领他认识神 整天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与他互动 然后现在他要离开你呢 你担心了 你害怕了 你带本圣经了 然后挂个十字架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 难道我们是一个仪式的宗教吗 难道我们那位神 就这样子就买通了吗 我们的确看到有很多这种单纯的念书的好孩子进到美国的学校之后受伤 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在今天的北美这种错误的淫乱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里面 我们看见这些孩子在里面 他们书是念到了 专业是有了 可是他们的观念是偏差的 以至于他们追不到真正的幸福 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所以 在你年幼的时候要喜乐 不是没有章法的喜乐 告诉你神要审慰你 告诉你 你既要除掉那些这今世错误的价值观所带来的劳苦做饭 要克服肉体里面的那些老我生命带来的邪恶 否则的话 你的一生就活在虚空之中 纵然你有属世的一些东西 你还是虚空的 所以这个十一章 最后这两节的提醒 这解释是很重要的 否则有的时候好像圣经传道者在鼓励我们啊 就是尽情的享受今生的短暂的岁月 不是这个意思 他有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第十二章开始呢 他开始用很长的篇幅 一直到将第七节之前呢 描写一个老年人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告诉你 年轻的时候你要好好地想说 到了老年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做了 那这一段经文在解释上呢 有蛮不同的一些看法 特别是 希伯来人啊 犹太人 他们的拉比在解释这段的时候 大量的用了一些异域 就是比喻式的一个讲法 当然这些比喻式的讲法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了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倒不一定一定要坚持 他重点就在强调一个人年老的时候那个光景 那个年老的时候快乐失去了 很多事情你要去做做不来了 你的身体状况突然衰败了 那么这是一个人生很难过的一个现状 也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他用这个来对比于前面所讲 为什么劝你年轻的时候 好好地享受你的生命 在神的旨意里面享受生命 到了年老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就不行了 同时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 人会老的 人从一出生就朝着年老衰败的日子埋进 而年老的最后的节骨就是死亡 也借着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回过头来告诉你 那如果那是个必然的过程 那你在面对死亡之前你该怎么做呢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很好的一个提醒 所以十二章第一节他讲说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还没有老之前 还没有到衰老之前呢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 衰老用一个代名词 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一个人老了病在床上身体软弱 你真的很难快乐起来 他说在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 还没有临旧之前呢 下面讲的该怎么样了 不是说那得赶快及时行乐了 因为现在日子不多了 他说要纪念造你的主 你要活得快乐吗 不是为所欲为 前面讲你要知道神要审问你 现在要纪念造你的主 这什么意思 要常常思念 我们不是像进化而认所说的 毫无目的出见 是有神的创造 造我们的 那既然我们按祂的形象跟样子造的 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荣耀祂的生命来 纪念常常思想 在你年轻的岁月里面你要知道 你不是真的毫无目的地往前走 你乃是知道说我是受造的 我应该在我还有能力的 还可以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活出那个健康龙美的生命来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第二节开始呢 一直到第五节呢 他就开始描写一个免老的状况了 这里面有很多比喻 我稍微跟各位做点报告跟说明 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 然后雨后云彩返回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他用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 来表达一个人衰老的状况 日头越光明月亮 这些都是光啊 我们刚讲光代表生命 那光如果变为黑暗呢 就是生命走向终结 这是那个时候啊 雨后云彩返回 这句话有点不太明白啊 现在很多很好的世纪学者帮助我们 原来雨后云彩返回 这个云彩原文叫做乌云 雨后一般来讲放晴嘛 雨后天晴嘛 可是这边讲的雨后乌云又来了 这描写一个人年老的时候的一个光景 那光景是什么啊 就是那个苦难啊 那个软弱或者身体上的衰败 一波一波的来 雨后没有放晴 乌云又来了 这是描写 那个光变为黑暗 生命走向一个 很低的一个光景里面去 他用这样的来描打 来描写人年老的时候 那种困难重重 那么第三节呢 就开始讲到这些困难是什么呢 他说 看守房屋的发展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草就指其 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这其实就是表示怎么样 一个人年老的状态 你看守房屋的 本来应该很强壮的 可是发展 年老人 没有体力的 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有力的屈身 你本来是很有力的 现在万腰驼背 没有这样的力量 那么推磨的稀草 推磨的做食物的 做这些情况之下 稀草为什么 没有力气去做了这些工作了 那么从窗户往外看的昏暗 从窗户往外看的家里面 有人讲说 是不是那些在家里面的 那些人在往外看街上的情况 所以你看了什么昏暗 看不清楚了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蛮凄凉的一个光景 那犹太人呢就解释了 说这地方 看守房屋的发展呢 就表示手 手会抖 然后这个有力的屈身呢 有力的指腿 腿站不稳了 站不稳了 推磨的稀草呢 就指牙齿 牙齿 指磨之间 牙齿之间互先磨擦 推磨的稀草 咬不到什么东西了 从窗户往外看的 当然就指眼睛嘛 看不清楚了 借着这个来描写 人身体上的这些器官上的衰败 当然这个部分 我想你了解就可以了 他本来要讲的 就是一个人衰老的情况 用这种衰老的情况来表达 一个人年老的时候的 一个光景 上的一个痛苦 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走到这些 这些 这些不理想的情形 用这个来提醒 人应该趁着你 还能够做的时候 还有力量的时候 好好为荣耀神而活 那到了这个时候 不是说不能为荣耀神 你就很辛苦了嘛 有很多东西你就做不来了嘛 然后他说第四节 接门关闭 推磨的声音微笑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尾 这也是一个描写老人的一个光景 接门关闭 就是城门 城门之间关闭 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表达一个人年老的时候 也都活动不多 推磨的 声响 响声微笑 推磨的声音就很大声的 为什么想声微笑 听不太清楚了 听不见 雀鸟一叫 人就醒来 很多年早都有现象 晚上睡不好 一大早就醒过来了 睡眠不足 那精神上面这个没办法安歇 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尾 本来唱歌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现在歌唱的声音基本上也越来越少了 这也是一个描写整个的一个衰老的现象 当然也有人根据这个来描写 好像一个人年老 就好像那个一个经济社会 一些状况都已经推到禁止的一个状况 接着这些现象来表达 那么犹太人也讲了 接门 指耳朵或者是嘴唇 表示说话困难 对外说话的 那推磨的声音就说话声音 说话声音也变得很微笑了 那么这个雀鸟一叫人就下就 就刚刚讲讲老年人难熟睡嘛 歌唱的女子 声音声带 声带女子 年老了之后唱歌也 声音也不能像年轻一样那么红亮 也一样来形容 其实都是在形容一个人衰败的状况 用一种诗歌的题材来表达 那么第五节呢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兴术开花 乍猛成为重担 人所愿的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上在街上 往来 哦这里面讲到那个衰败的极致的 衰败的越来越厉害了 他说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这很明显的 是指老年人步履不稳啊 少去走那些危险的地方 年纪大了 你怎么叫他往高处地方走呢 杏树开花 杏树开花 杏树开的花是白色的 所以杏树开花 有人就讲 就是指那个老年人头发变白了 老年那个现象 然后 杀猛成为重担 杀猛本来跳来跳去是很灵活的 现在跳来跳去都变成重担了 就表示你手脚不灵活了嘛 走路很辛苦嘛 然后 人所愿的 也都废掉了 这个人所愿的 这个所愿的 常常讲 这边表现人的食欲也好了 或者性欲了 这方面来讲呢 功能都不差 因为老人人也都胃口不好 那其他的这种 这种男女之间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上面也会减少 那因为人怎么归他永远的家 归他永远的家是哪里 这边所讲的不是说到主那里去 这边永远的家就指坟墓啊 这人要死了 到死那里去了 吊上的在街上往来 吊上的就是有一些人专门来怎么样 来来为这种出病的行列呢 在那边在那边 人家来看你的这种情况之下 来看来看你怎么办嘛 这些往来在街上 为什么往来街上啊 在那边寻找有没有做生意的机会啊 今天这家是不是又可以去了 这种是一种很悲惨的一种现象 所以整段经文所表 仍然在描写老年人的一些状况 你看见那个人逐渐逐渐走到最后 那么第六节第七节呢 那么这两段经文呢 那更是强调一个人 最后生命要终结了 他说怎么样呢 银链折断金罐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人在井口破烂 这是完全完蛋了 银链跟金罐呢 他们讲说这本来是指 那个悬挂一个油灯啊 有银链 金罐啊 里面呈油可以点灯的 银链把它挂起来 这个银链如果有一根断掉了 这整个金罐就掉下来了 就坏掉了 所以他描写的是什么 是光啊 银链金带来光啊 那么为什么后面瓶子在全旁损坏水人 瓶子拿来装水的 水人是那个水车把水从井里面拉上来的 可是他也是一样用绳子把它连在一起 可是如果这个总坏掉了 这个绳子水轮就掉下来 瓶子里面无法把水拿下来 用这个银链跟瓶子 这一个是发光的 一个是水 这是人生命里面两个基本的需要 需要光跟水 这两个都没有了 银链则断 没有办法再发光嘛 那个金罐摔坏了 瓶子在全旁 本来那个瓶子是来沉水的 结果因为水轮子上面的 这个拉井口的这个绳子也断裂了 破坏了破烂了 结果没办法装水了 水跟光都没有了 来表达一种生命里面的一个 终结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现象 也讲就是人生的到最后这种 短暂跟脆弱 然后呢 最后讲到说 尘土人归于地 灵人归于次灵的神 这段话也讲到最后呢 这个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亚当 现在尘土仍然归毁地 灵呢 神像这个亚当吹了一口气 是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就是有生命气息的 那这个生命气息呢 又归到神那里去 就讲这段话 灵人归于次灵的神 换句话说 这个人要离开世界了 所以他这一段经文里面 从这个 十一章 从第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 一直到十二章的 第七节的这一段 其实他用很长的一个蝙蝠就在描写 为什么要提醒年轻人 好好地把握你的精神 不要到了老年的时候 你想做你做不了了 当然这点不是对于年老人 年老的人一昧地否认的 年到了老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教会里面 很多年老的 我很尊重他们 你有时候仔细去看 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的时候 常常最准时的都是年长 哦 他们很近前身来 年长呢 也许对于一些体力活啊 一些劳动的一些事工啊 他们没办法参与 祷告嘛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嘛 他们天天身体上面都有难处 有的时候在北美 孤单又有这个共同的现象 儿女不在身边 可是他们没有放弃 没有整天怨天尤人 活在神的殿中 活在神的面前 他充满了喜乐 充满见证哦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就是你老的人 可以发挥的功能 他这边所描写的 不是说老年人没用 而是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的确有这样衰残的现象 衰残的现象 在今天新约的时代 仍然靠着主 活出有力的生命 好像那个树一样 久了 月长青 仍然可以结果子一样 这是美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 否认老年人的价值 这也很重要要了解 这段讲在告诉我们说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的确是越来越衰败 这也是我常常提醒一些做儿女的 不要错觉的用你自己的状况来 衡量你父母亲的状况 父母亲今天到了七十岁八岁 联合国字讲啊 八十五岁才叫老年人呢 不过有的时候我真的年纪大了 是说你要懂得照顾他 你要怎么样子的好好的关怀他 不是说我身体很壮 所以他们没问题啊 尤其是年老的长辈 尽量不要让他们独居 陪伴他们 伺候他们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亲怎么样克服我们 怎么样子 工作累得要死啊 仍然回来照顾我们 现在我们长大了 父母亲老了 要懂得孝顺 要懂得顾念他们需要 你听过那个故事 说老年人因为手会发抖 所以吃饭的时候 他们把碗打破 结果那个不孝的儿子 就给他做了一个木碗 就有一天就发现 他的小儿子也在那边 叼个木碗 那怎么叼木碗干什么 将来给你用啊 就是这样子 打破一个碗有什么了不起呢 东西撒在地上清一清嘛 你小时候打破多少东西 你知不知道 你小时候把家里弄得 多乱多脏你知不知道 你的父母亲都 帮你收拾起来 今天年老的父母亲呢 要敬重他们 所以这边描写出一些经文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他不是叫你去觉得 老年人没用啦 听也听不见 看也看不见 嘴巴咬东西也不行 什么都做不来了 不是 他叫你说 你如果了解 他是这个样子 而他是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孝敬他啊 表现出那个基督徒的生命 他的确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些经文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嘛 如果从世俗的作品来看 那就描写一个人衰败的见价 如果从属灵城的话来看 你了解他有这些状况 你该做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啊 好了 最后传道书十二章八到十四节 这一段里面很重要了 传道书的总结要出来了 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这一个 第十到第十二节 这里面提到的是传道者 对于自己的一些现象的描述 他说什么呢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这句话跟传道书第一章 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样 是个重复的叙述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你如果不认识神 今世有很多东西 不知道他的意义 失去了他的状况 你也不知道很多事情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缘由 这就叫虚空 凡事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还讲说什么 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 人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默想又考察 又曾说许多真言 所以刚刚讲说 传道书里面除了讲虚空的虚空 他其实也讲出了许多 今世的人 应该要怎么活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前面讲 年轻人 你应该怎么样把握你的生命 但是你要知道 神要神问你 你也要面对神 对不对 他前面也讲到说 你今世劳苦里面所面对的 你与你亲爱的妻 享受你劳苦的成果 那是好 那是可以的 他有很多的教导 他也教导你怎么样 在这个君王面前 你在那个社会体制里面 你应该怎么做 他有很多这样子 行事为人的意义 他是有智慧的人 而且这个智慧通过默想考察 承说 换句话说 有的是他 在神面前安静的思想 神给他的带领 有的是他考察 自己去观察 他是 所以他已经告诉你 传道书是怎么来的 他是从这个地方 有默想有查看 默想里面有神的灵介入 带领他 那么又承说许多的真言 人生需要知道真理 第四节 传道者怎么样 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哦 这里面 第一个他专心寻求 他今天传道告诉你 不是只是我人生的分享 他专心寻求什么 可喜悦的言语 这个喜悦不是讨你的喜悦 这喜悦是讨神的喜悦 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所罗门 从他小的时候就知道敬畏神 他懂得寻求神给他的智慧 所以他说 他专心的寻求可喜的言语 然后怎么样呢 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他要写给你的 不是只是他经验的分享 他要写的是正直的话 这次很重要 这句话其实在新约的时代 也是给所有 担任教会带领同工人 提醒的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讲台有一个偏差 很多传道人喜欢传讲 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认为 我们凭什么在神的讲台上面 讲我的看法 或者讲属世的这些 这些这些经验 我们要讲的是神的话嘛 当然要对神的话下功夫啊 今天有很多人对神的话一知半解 但是对于属世的一些 新奇的道理 哎呀 专业很喜欢 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也毫不检验的就用在教会里面 弟兄怎么听得很新奇 标准复合提摩太书信 讲了说 末世的时候 人耳朵发扬 喜欢听新奇道理 然后自己另立很多的师父 这不对 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啊 要用正直写诚实话 我有一次问一个 喜欢成功神学的一个牧师 问他讲说 你讲的有圣经根据吗 你讲的是诚实话吗 你真的看见弟兄姊妹们 多给神 神就多给他了吗 心想事成 要什么就给什么吗 我们祷告写下来 告诉神 然后再放在教会的圣堂上面 神就为你 牧者为你祷告 然后神就给你成就 是这样子的吗 你是诚实的吗 你用一种方法 把人框到神的面前 那是你的看法 你的想法 为什么教会要传讲 你的看法跟你的想法 或者说那是不是我的 那是一个某某牧师的 某某西方的宣教师的 他的主张 他来看某某大仙子的想法 你确定他是从神来的吗 到底我们要传的是神的话 还是人的话 传道者这边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讲政治话 那这些诚实话是有什么特质呢 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惠宗之师的言语又像钉吻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哇这句话太宝贵了 这句话今天给所有的传道人都这个提醒 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什么叫刺棍啊 刺棍是赶牲畜的时候啊 那个棍子上面钉了铁钉 打那个羊生的羊会回来的 因为他有一点归正的这种带领的味道 那言语是把人带回来的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就这个意思啊 智慧人的言语不是让你听得很喜欢 哦哦哦新耶稣真好尽量做梦 梦梦梦心想事成啊 你求的没有清楚 是因为你订单下的不清楚啊 你要下的清楚上帝才好出货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言语啊 真正从神的话语像刺棍一样 会提醒我们归回正路 慧中之诗就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当做老师的当做讲话的那一位 其实就是前面的智慧人啊 慧中之诗言语怎么样 钉稳的钉子 好像那帐篷钉子钉稳的 基础是牢靠的 钉稳的 不是风一吹就拐来拐去的 不是那个传出去的话 在现实的时候我们一考验就不行的 不是它是钉稳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牧者很明显指神 换句话说智慧的人 慧中之诗 所要传讲的是神的话 就像今天新约的时代一样 保罗在罗马说里面讲 信道是由听道而来 听道是由基督的话而来 不是传讲我们的人生经 我们的人生看法 是传讲神的话 都是由一个牧者所赐 这是很重要的 他说我儿还有一件事 你当受劝戒 住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这也是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 智慧者 我儿这个我儿不是他亲生儿子 就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了 提摩太跟提多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 也是这样表达 他说还有一层怎么样 住书多 要受劝 住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这在于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特别明显啊 今天多少人都在住书啊 没有穷尽啊 无穷无尽啊 读书多也有这么多的书 你怎么读得完呢 今天有个最大的麻烦 就是知识爆炸 却缺乏判断知识的能力 网络消息一大堆 你却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这是今天正反映这句话 你这个都听 什么消息都有 很多消息那个结果带来对立的 可是它就同时存在 你怎么办 传道书 所罗门在祖前九百多年 就写这件事情 一千年 九百多年的时候就写这件事情 他就告诉你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现象了 书是很多 没有穷尽的 读也可以读到 读到身体疲倦了 但是判断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我们今天吸收很多的知识 就表示我们真的很聪明 你要认识神啊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 真正的聪明是跟宇宙的创造者连结在一起 你才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嘛 今天这么多的著作放在这个网络上 放在书房里面 你怎么知道读哪一本啊 每一个人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经历判断写出来 你知道的去做吗 基督徒最可贵的 我们有一本神经 神的话在这里 这不是人的著作 是神的启示 为此我们用这本书所启示真理 检验所有我们人世间的作品 你才知道哪个是写的对的 哪个写错的 不是用蜀式的作品来检验这本圣经 你持续错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到底书是怎么来的嘛 中国人讲本利而道生 根本是什么 这本书如果是人写写的 如果是以色列人历代的这些 圣贤豪杰所写的 那不必看就是这本人的书 历史书而已 这本书是神借着人写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的 讲得很清楚 这本书是神的启示 既然是神的启示 是用他来检验 所有属世的作品 这是个标准答案 好了 传道书的最后两节 是整本传道书的精髓了 他说怎么样 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前面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讲了十几章的 这有关于虚空的虚空的道理 他说总义就是什么 这么多虚空的状况怎么样 不是叫你消极 不是叫你退桌 总义就是敬畏神 你在日光之下 不认识神的时候 你是虚空 总义是要把你 拉到日光之上去认识神 认识神 你要敬畏他 一个人如果认识神 敬畏耶和华 同样是传到 这个所罗门所写的 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开担 不一样了 你敬畏神 他说用什么态度呢 谨守他的诫命 什么叫敬畏神 敬畏神不是整天主啊主啊 在教会里面 大声上的敬畏神 你要谨守遵行他的话 主耶稣在 登山宝学里面讲说怎么样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 都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之一的 可以进去 就告诉你了 你要称他为主 你要尊敬他 你要敬畏他 表达的方式就是 他怎么吩咐你怎么做 就谨守遵行他的见面主要 然后他后面讲什么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这就是我们的本分 这不是拿来交换恩典的 哦我做得好讨生喜悦了 这是上帝啊 你要把我的给我 基督徒千万不要 落到一个光景 你做了一大堆事情 为了跟上帝交换 你所要的那些事情 你就错了 恩典是白白的 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神是知道的 上帝是一位 慈爱怜悯的父神 不是我们要肯肯哀求 迫切地求 用各种方法禁食 说放映各种方法 然后神才给我们 那位神不是圣经里面的神 我们照着神所心的去做嘛 旧约里面神就已经宣告了 耶和华说 我是有恩典有灵敏 不经意发怒的内外神 但是他也断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 神最看重的不是物质环境上 祂赐给我们 那是神迟早要给我们 而且祂给我们 是永不衰残 也不朽坏的那些 上帝今天要做的是 把我们跟祂的关系 建立去争取来 那这关系怎么改变呢 新约的时代有救恩进来 谨守尊行神的话 这就是敬畏神的表现 他后面讲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比神闻 你要知道这句话很重要的 神是见察人心肺腑的那位神 你所说的事 连你隐藏的都知道 哥林多书信里面 也做出同样的讲法 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祂要显明一切隐藏的 所以基督徒要了解 你不是活在人前啊 你是活在神前啊 而且这些事情 将来神要审问 为此我们是不是能够 带着敬虔敬畏的心 所以彼得书信讲 要我们带着敬虔敬畏的心 敬虔度日 这是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个传道书 你从人来看 他很负面的好像在表达虚空的虚空 他其实最后就倒向这边 如果你不认识神 你就活成虚空 那你要继续虚空下去嘛 有一条出路认识神 认识日光之上的神 而且也知道 虽然有死亡 但是死亡不是终结 因为你将来还要面对神 越过死亡 你还要面对神 而神是很爱我们的那一位 为此在有限的今生 你该怎么活 所以传道书 透过一个现实的观察的了解 描写人生的现状 然后导引我们说 在这个现状里面 你产生的混乱 你产生的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产生的很多颠倒的这些圣状 这个善恶不分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干什么呢 让你去思考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要神嘛 我们活在自己里面 变成这个样子嘛 神允许这些事情 让我们被推到一个极致里面 去思想 为什么 我们号称万物之灵的人 的人 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要神 所以最后他讲什么 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总义 就是要我们敬畏神 谨守神的命令 因为这是人的本分 而且 每一个人被提醒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无论是人看得见 人看不见的 将来神都要审问 在永恒的神的面前 公平公义是存在的 你不要看到那个 好人没好报 坏人到死都没 都没招报 你就气个半死 没有 神最后还有一个审判在 这个审判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永恒上面的一个定夺 那个印象很大 新约里面 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害怕 唯独能够将身体和灵魂 都堵在地狱里 你要怕的 指的就是终极的审判 所以当我们读完传道书之后 我们了解 一个人不认识神的光景 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有时候发现 有一些人要拒绝 神在这方面 你老早跟你讲 状况就是这样 你能够了解 你不要气馁 也不要生气 不认识神就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要寻寻善有 我们要活在他们旁边 做见证 我们用敬畏神 遵行神的命令的方式 活出生命的光 言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神 求神借着圣灵 感动我们 知道合适的时间 讲合适的话 传道书预备我们去认识 这一个不尊神为大的世代 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怎么样把他们 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世界 读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没有标准的方向 我们有 我们有这本至尊的神 至大的神 所赐给我们的圣经 我们可以明白 所以巴不得 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借着传道书所启示的真理 我们在神所允许的世代 在神所给我们的处境里面 为荣耀党而活 将来有一天 我们在基督台前 都被祂称为 忠心良善的仆人 那个时候 永恒的福乐 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那个应许 是出自于这位 为创造天地的神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